大家好 今天由我和我同事和杰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针对FAS场景 我们在变异器虚拟及协同设计上的一些探索 这部分工作我们主要分三步来介绍 首先我们会大概介绍一下FAS是什么 以及基于我们的认识当前FAS存在着哪些问题 最后会由我的同事和杰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基于WebSAMULA技术上的探索 编译器虚拟机上的一些协同设计方面的探索 首先FAS这个概念相信大家已经听到很多了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近几年在云计算如何如图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新的词 比如是Infrastructure as Service 然后Container as Service 以及Platform as Service 到现在的Function as Service 从这个图对比 从左到右的这个架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底下颜色较浅的部分 现在占比是越来越高的 这部分其实是由云厂商来提供的 上面颜色较深的部分是由应用开发者或者云平台的使用者来实现的部分 从图中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内容被隐藏在云平台之下 应用开发者需要关注的内容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只需要关注自己的核心的业务逻辑 而不需要关心那些支撑业务运行的一些周边资源 简单说这个架构就是要让开发人员更多的关注自己代码的运行 而不需要管理任何的一些基础设施 很明显这是一种完全针对程序员的一种架构技术 通过这种技术可以使软件发布的成本越来越少 然后服务资源的利用率会越来越高 这里我们左边给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直观感受一下FaaS开发的简洁程度 一个应用开发者只需要编写自己的代码和配置 然后通过调用云厂商提供的命令行接口来构建和部署相关的服务 这样的话一个FaaS的服务就可以直接部署完成 通过Carray来完成相应的服务请求 服务完之后相应的函数实力也会随之销毁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典型的FaaS流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虽然各家厂商在FaaS的实现上各有不同 但总体的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一个用户提交一个Function 然后这个Function会通过API网关打到相应的函数尺中 再通过调度器根据任务和一些调度策略 调度到不同的Executor进行执行 然后每个Executor背后都会对应着不同的开发语言 运行式环境 这里只列了C++GS以及Java这三种 其实实际的语言厂商所能提供的语言还很多 包括Java的话 它所使用的版本也会千差万别 可能有的是Java8 有的还会用Java7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开发语言会引入到 引入不同的语言运行时 这其实会带来一些语言碎片化的问题 此外 Fars在启动的时候也会消耗一定的资源 这个也是各大云厂商在不停的优化 第三是针对于函数计算本身 经常会提到的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能启动时间 能启动对用户的体验又非常重要 因为引入了VM和容器 通常启动可能在秒级 所以能启动本身也是各大云厂商重点关注的问题 此外 对于很多计算敏感的应用部署 其实性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需要投入更多的优化来获得更好的性能体验 因此我现在总结一下我们当前Fars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运行时碎片化问题 然后是因为启动会消耗很大的那个内存资源 第三个问题是相对比较长的能启动时间 对于某一些性能比较敏感的应用 本身的性能优化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相信很多人已经听说过web assembly技术 这个在2019年W3C正式确定为第四大web标准语言 那么如何利用web assembly这个新型技术来解决我们在Fars业务场景下遇到的问题 下面就有我的同事何杰向大家介绍 大家好 我是何杰 然后我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在这个Fars场景下 用Wasson来做一些Fars业务的一个尝试的介绍吧 就是我们做了一些探索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Wasson是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沙盒的语言 可以认为它是种语言吧 有新的一个bytecode 然后为了把所有的业务也能够转到Wasson上来的话 我们必然是需要一些编译器和那个Wasson本身long time的一些配合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说需要一些code design 那个我们就围绕我会围绕我这个来讲一下我们现在来做的一些尝试吧 那个首先我介绍一下什么是web assembly 然后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些特点 这样的话我们对理解后面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么做 或者为什么选择Wasson来做Fars的一个解决方案 首先Wasson是一个新的一个标准是由浏览器厂商 然后W3C接受了以后 是浏览器厂商为了来隔离它一些不安全的代码 所以设计了一种新的bytecode 然后成为了W3C的标准 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一首先它是portable的 就是说它便于移植所以它是跨平台 因为大家都采用这种bytecode 二就是说它天然是具有一个沙盒的性质 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它就考虑到了一个容错性和安全 就是说它支持SFI和CFI这两个特性 SFI就是说那个软件容错 CFI就是控制流的完整性 脚验 那么然后本身呢它又是一个设计一个全新的bytecode 出于性能考虑它也尽量能够接近于native的速度吧 那个然后它有为了访问那个host能力 它本身是没有访问host能力的一个设计 为了访问host能力 那么现在有些新的标准提出来就是就像wasi wasi的话它是基于一个capability system的一个安全模型 就是说任何用户想要访问host能力都必须要先获得一个能力 获得一个capability 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它比原来的有通过用户角色来访问的 那样的一个那个安全系统来说 它的访问控制来说更细利度 就比如说你即使是有一个录的权限 但是你没有这个capability的话 你没有你这个当前目录的写或者读的权限的话 你还是无法对这个文件目录或者文件进行操作 所以它是一种它有一种更细利度的一个访问控制的一个能力 基于这这两个东西的话 我们本身呢就是说一个安全portable 然后就是能够做细利度的一个访问控制 我们来就是说把它运用到fast这个场景下 然后呢wasi本身是从从外部来的 但它实际上本身不止于能够运行在web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考量嘛 然后我再介绍一下它本身它沙盒怎么做这件事情 首先wasi就是说它每一个wasi模块会有自己的一个现行空间 这个现行空间通常会分成几个部分吧 就是说一个是它的堆 有它的global静态数据区 然后还有一个stake 然后这几个部分呢合成了它一个现行空间 它所有的用户代码一旦编译成wasi以后 是不能访问超过这些空间以外的地址的 那么就是说所有的用户代码如果你本身是不安全的 那么你还是不安全 但是你这个不安全的是逃出不了这个沙盒的 就是说你影响不了沙盒外面的部分 你把里面搞的一团糟 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那个你访问外部控制的话 需要一个host的一个api的一个提供 这个是通过wasi来访问的 这个右边图上红色的部分 然后你通过这个api的话才能访问到系统的资源 然后通过现行空间的划分的话 我可以在一个机器上 在一个运行上 我能够运行非常多的一个一个那个wasi实力 那么其实说取决于数量 就是取决于你当前线的空间够不够划分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 关于那个 那么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怎么能够统一一个 就是刚刚他会提到的就几个问题吗 我们来尝试用wasi来解决这几个问题 首先就是一个语言的碎片化问题 我们知道在那个 在做发式场景下 如果用户的业务非常多 他会有不同的语言来运行 比如说用c++ c或者rust这种 还有像go 像js 目前像一些主流的一些 像一些就是说早期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官权的语言 比如说c和c++ 还有rust一些go 这些现在都可以编成 直接编译成wasi 因为wasi的mvp的标准的话 就是说他通常是为了解决安全 不安全语言的安全性问题 隔离问题 所以他们优先考虑的这些语言 能够直接编译成wasi 那么像js 像ts jsts或者java这种语言 它本身是个托管语言 本身其实就已经支持sfi和cfi 就是说他在语言层面上 它的类型系统就已经确保 你不可能写出一个 违反cfi和sfi的代码 所以说他其实目前来说 不能直接很容易的编译到wasi 这一步 那么我们对这个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就是说 首先我们假设的前提就是说 FAS场景是一个业务受限的场景 用户写的代码其实是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而不是说任何代码都能够做 那么在据这个前提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限制一些语法的使用 限制用户语言动态性的一些场景 然后做一些限制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尝试把一些托管语言 翻译成为wasn 编译成wasn 那么就比如说我们有几种方法 常用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把一些语言的解释器 可以直接通过带着long time 一起编译成wasn 这是一种办法 如果还有一种办法 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用户的代码拆分成 就是说动态性和静态性的代码 静态性代码我们直接编译成wasn 然后和动态性代码还在原来的语言运行室里面运行 这样的话当中通过一些交水代码来连接 还有一些办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砍掉用户的一些动态性的语法 然后直接把整个语言运行室编译成wasn 这当中我们直接的方法就是说 你现在社区有一些像GCA proposal的一些方法 但是现在还在发展当中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编译成其他的一些语言 然后再通过这个语言来再翻译成 再编译成wasn 这也是我们尝试走过的一条路 然后这样的话当你有了这样的wasn模块以后 我们还是跟原先的传统的那个发式场景的部署是一样的 比如说用VM加Doc加上wasn模块 这就是说这样的话它解决了一个碎片化问题 但是它依然会带来一个其他两个问题还是存在的 比如说刚刚说到那个资源的消耗 还有就是说那个性能 还有一些那个能启动的问题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看看 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个首先就说我们讲到了一个解决这个资源消耗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利用wasn来做一个多租户 就传统的那个发式场景的多租户 就是说是每个应用每个用户的应用会在一个Doc里面 那么这就是一个application container的概念 这样的话当你有很多的function业务的话 你要request来的话 你需要启动非常多的container 那么业界也有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能启动和资源消耗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用一些更轻量级的定裁剪的container或者conner 然后他们用一些比如说把namespace替换掉 来加速这个container的启动速度 然后他们还有就是说 把一些container先选预乐先放在那边 或者是利用fork的方法来启动container 这样的话好处就是加快这个速度 能够把container的速度提高到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 发式能接受的一个指标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场景的话还是比较麻烦 然后不是很容易推广吧 那么我们也有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首先认为就是说传统的一个doc里面 只能起一个应用 本身这个方法就对部署密度就不能提高部署密度 而且资源浪费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说利用挖盛虚拟机和挖盛程序 本身就是能够实现那个cfi和sfi和线运空间的隔离 来来在doc内部作为一个多住户的实现 那么我们就是说把那个在一个doc里面 可以部署非常多的function 这是一个前提 这样的话我的部署密度就一下就上去了 然后当我在需要启动一个新的function 来针对那个request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先在当前这个doc里面找到一个空前的线运空间 然后再分配一个VM的就是Warsen的实力 来针对这个function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能启动的速度也非常快 因为我不需要再启动doc了 因为doc启动可能是按秒算嘛 那么我直接启动一个Warsen就好了 这Warsen通常来说就是非常快 那么然后我通过这个Warsen的隔离来 来做到这个保证互相之间的一个业务之间 互相不会有些攻击 因为那个传统的doc 他们通过进程级的隔离嘛 而我现在通过Warsen能够做到一个在进程内部的一个隔离 就是说我们共享同一个大的线运空间 但是线运空间被我划分成了一段段更小的线运空间 然后我们再继续这个 更对这个我再讲的更细点嘛 就是说首先一点就是我们认为FAS这个业务 它本身有一个它的特点它就是非常短 它是short live的 就是说那么它非常短的话 那么如果我起很多content的针对它其实非常不合算嘛 然后就是说同样我起很多content的来调度的话 再通过OS来调度的话也是非常性的 开销特别大 因为OS的调度通常涉及到上下纹的切换 涉及到TLB的cash的那个清空 然后涉及到那个进出科呢 那么我们也认为这个开销也非常大 那么我们所以我们就想利用Warsen来做一个在用户态的一个调度 像类似于就像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比如说用斜程啊用勾来实现一个用户级的调度 那么Warsen它的好处其实它和斜程其实非常像 它本身就是可以从一个Warsen模块运行到另外一个Warsen模块的时候 它实际上可以在同一个线程上 然后只是切换了一下现金空间的那个 只是切换了现金空间 我会把现金空间认为是一个一个上下纹 一个任务的上下纹嘛 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现金空间的切换 但是它比斜程更好的一点就是说 斜程不能保证就是说每个call routine之间不会互相侵犯到对方的空间 而我们在Warsen这里面每个现金空间实际上是不可能 逃出这个现金空间的 那么天然就是说它在即实现了斜程的概念 它又保护了 又防止了每个现金空间受到攻击 所以说可以做到一个有效的隔离 至少在县程内部都能做到隔离了 那么还又带来了一个附加的好处 就是说当我们把很多方客群组成一个macro service的时候 就是说因为一个大的红服务 是有很多小的微服务组成的嘛 那么这时候我们 我们也逃避掉了原先那个 原先早先的Fuzz 它的调度的话 它必须把在几个解决几个continent之间要互相调用的 一个问题 因为它每个continent是一个服务嘛 那么我们现在在一个 假设我能在一个县程里把这些服务器起来 那么我其实可以优先调度 通过好多调度器的话 我能够把同一个微服务的function 放在同一个县程里来进行 那么我在同一个县程内的function之间调用 其实我就变成了一个function调用了 我都不是一个跨境 不用做一个IPC的调用了 那么我的开销会进一步降低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之前说到一个性能的问题嘛 就是说在那个 在那个一旦一个应用 或者说一个拖弯语言 或者是一个CA或C加加语言 它被编译成Warsen以后 它天然会有一些性能损失 因为首先一 它会变成了一种新的一个一个表示 然后这个表示又被再去编译或者解释的话 它同样它会引来新的语义和荣誉代码 它会掉一个性能 还有本身它有一些沙盒的检查代码 一些CFI的检查代码 那么这部分性能损失 会大概通常会有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的一个损失 所以我们也想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办法 能够把这部分损失再弥补回来 所以我们想一个天然的想法 就是最朴素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为用户提供一些类似于像PGO一样的服务 在用户的代码如果提交 用户的那个function代码 如果提交到我们的平台上的时候 我们首先帮它编译成一个最普及基本的版本 当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用户我们会收集到一些profiling信息 随着profiling信息 我们大概知道用户的业务代码 经常是什么样的一个 用data的一个pattern 什么样子的 那么通过编译器的方法 能够帮它生成出更优的代码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做一次更激进的优化 然后生成出更好的AOT代码 就是那个编译native代码 这样的话再推到方向寻找去运行 再推到那个service上去运行 这样的话通常 这样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大概有百分之几 到百分之十左右的一个性能的 性能的一个好处吧 但是同样有可能就是说 当如果突然来了一个毛次数据的话 可能会得到一个相反的效果 这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调试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吧 最后就是说 Watson这个社区 包括Watson本身这个生态 现在还不是非常成熟 对我们来说 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尝试 其实都还是 还一方面是在沿着社区的一个方向在走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探索 但是因为生态不成熟 所以它一些编译器啊 包括一些 一些那个 就是proposal或者是或者一些工具链工具 一些那个都不都不是非常好用 包括说虽然大家都认为Watson可以变 很多语言能变成Watson 但事实上这点非常难 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 就是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加入进来吧 就是说那个 包括还有像Watson的多么快也好 Watson的一个 能够通过Watson来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也有一些也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希望以后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吧 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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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